好 那 现在我们推到这个 E 的这个地方呢 是 当时他来的时候最开始放的位置 这里 我们遥想一下 我们这个曾经这里有鹦鹉螺在这里 所以 所以之前是不是我们不管测什么喇叭都得放这里 之前那个玩卡是否仔也是放在这里 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放在这个地方 可是呢 通常 我在这个喇叭来的时候 因为要乔摆位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通常都会先用这个 Diana Crowe 的这个 Temptation 先去把他的定位给定好 结果放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听吗 说不出好听 不好听对不对 声音很轰 轰了 轰到不行 我们可以听到对他的力道很有力 我们感受到他的低频很强 一切都可以感受到这喇叭的实力 但是 你感受到这喇叭实力没有用 在这里就不好听 那 这有点怪异 因为过去我在音响展听过他很多次了 在你说音响展的环境那么差 你怎么有办法在音响展听出这喇叭的潜力怎么样 但是我只能说那就是 我就是陈寗 就是做得到这件事情 不然 说到底 为什么三年前Fyne都没有人买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发现他是一个好喇叭 就是因为 就是他放在那边就没有人在乎他 但是我听了我觉得 从设计 从结构 从声音来讲 他一定可以好听 所以我们就好好地去测试他 那同样的道理 其实很多那种音响 到底好不好 你在这里看到的品牌 其实我都是在音响展听的 听他 就是听他那30%的实力的喇叭的声音 大概可以 我自己可以评估他有没有那个潜力 这些为什么我们会去选YG 也是因为在大器的那个展间 听了YG觉得他很强 所以才去尝试他 所以BC150也是一样 第一次听的时候 这个新喇叭是BC350 他曾经去过一次展场 如果你回头看那个时候的报道 你会发现那个350 对极品来说是做了很多很多的 带来很多的麻烦 第一个人他曾经去那个日月音响展示 他为了在日月音响展示 他上不去了 所以他拆了他的外墙 把他的那个窗户改成落地窗 可以吊车吊进去 然后后来去极品的那个 他在那个敦化南路的那个 就他们公司的时候 是用那个插车 把他插起来 上去到平台之后呢 再靠人慢慢地搬进去电梯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陈寗那你150都来了 你350也来 我说这不是我能够控制的事情 我以前呢觉得极品那个 那个朱小姐 我觉得他是 他是想要想方舍吧 拒绝我 他说真的 你来我们这边看一次你就会知道 他出去已经不容易了 然后我去看了之后 原来他电梯就 就是矮矮的 老大楼的电梯矮矮的 那你说这问题在哪里 很简单啊 他这喇叭 他比我高一点嘛 188 公分 赚189 他 他 你这个把他抬起来 对搬家公司来说是做得到 而且不难 为什么 因为他们平常在搬钢琴就是这个重量 可是问题是 人家钢琴是就把他提起来 然后走啊 可是你要怎么进电梯呢 你只能离地5公分 然后这样轻轻的进电梯 一不小心去尻到上面就 拜拜了 那你说那装个纸箱 装回他的箱子 那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箱子就进不了电梯啊 所以他说我们好不容易进来了 你且让我想到出去的方法 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 这个喇叭 其实在整体的 在做的这件事情 他最困难就是搬运他 其他都是小事的 今天要是我当时 这一时脑冲了 把这里的这个地板全部给他铺木头地板 然后我现在就不能这样挪了 所以 都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啦 那 当时我听了350 的时候 很多人都批评350 在展场很难听 但其实我真的看到一个新希望 就是他的低频很惊人 因为他的低频的那个下潜的程度 不像是这种两件式的喇叭会发出来的 过去在MV 有听到 但是在这种这样的喇叭 虽然他很巨大 但巨大的喇叭多了去了 没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 那后来 350 不再去参展了 换成150 去参展之后 發出的低频还是如此惊人 我们不说其他 这一次在音响展的时候 很多人去听就觉得声音空空的 干嘛 没什麽低频 但是那是空间使然 电源使然 我在那边听的时候 他就放了一个这样 一个鼓声之后 他在天花板上面放的吸音板 竟然全部都掉下来了 一片一片掉下来了 我吓到 因为我坐在正中间 那一片就这样子 然后就飞到我这边 在我脚前停下来 所以他的那个能量绝对是足够 大家刚刚听也是一样 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声音 那你说是不是加了超低音呢 我们把他关掉之后再听 你会發现没什麽差 因为我们超低音其实 分频点今天设定是在50 上面的 那这个声音 听了呢 我个人认为 关掉超低音就是 更难听了耶 怎么样 还是一样很轰呢 你看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那如果这麽轰的话 这喇叭 过去听到从来没这麽轰呢 那结果在这麽轰 那可如何是好呢 那我就想 嗯 你说DG68 我个人是这样偏好了 就是我要把这喇叭弄到没那麽轰了之后 最后再靠EQ 去做 那你说为什麽要这样子呢 这我会推荐大家都应该这麽做 很多人都说那 DRC 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你喇叭随便乱摆就好了 但其实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DRC 我们不说那个消除 回音的这件事情 我们单就EQ 这件事情来讲 你今天如果这边 他在这个100Hz 他在这裡 听起来量起来多了6dB 你用EQ 去压 是不是要压6dB 那你会压很多啊 那你压下来很简单啊 但如果他是少了呢 你变成要补很多 所以你尽可能让百位 摆到一个最均衡的状态之后 再去把这个 这个 EQ 把他补上 才会增余完美 就好像你今天做了一盘垃圾 一盘喷 然后你妄想加味精给他 他只是变成一个比较好吃的喷而已 他也是喷 那如果你今天说 有一个比较好的菜色的时候 那你再来把他做得更完美 加一点小东西 像那个 那个 Golden 主厨说的 to next level 他常讲这句话 做好了之后再加一点东西 to next level 我觉得这才是对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会优先去调整他 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以前呢 鹦鹉螺也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 你们都不知道 但其实鹦鹉螺也曾经这么难听 让我懊恼了很久 后来发现就是 这放的位置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后来就想办法 就是说那鹦鹉螺就离开好了 因为我需要更大的空间来调整他 所以后来呢 我就换了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我把他贴好 里面像今天比较顺畅一点 所以我下面贴的那个胶带就写123 就是我在思考过程中的三个位置 那时候呢 我真的真心感谢我去弄了这个推车 要不然推这么长的距离 他推得了我推不了 那我这个 你看我们9 月前面都没开店嘛 一直到开店的前一天我搞到4 点了 我总不能叫他陪我到4 点了 所以我有这个推车真是好家的 你在家里打电动休息吧 隔天还要做事呢 所以这个我就把他挪过去 那我们再听一次 怎么样 没那么轰了 不可思议 以往呢 我们都认为说这个喇叭呢 如果放得太贴强的话 他会 低频会更多 结果他没有耶 他把他贴强之后 他就感觉比较可听了 好像有一点那个BC50 应该要有的那个实力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 就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那如果放在那个地方 那他比较不轰了 那他是不是整个频段都会正常了 所以 我们换另外一首歌 也是一样这种 这种低频容易轰的就是他 Early Fold 那 用了Early Fold 之后呢 我们听看看 I don't hurt anymore 好像干净很多了 感觉好像可听了 可是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呢 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他的声音有点闪 其实这一首歌他是很简单的 就是Early Fold 在中间唱 然后吉他在这边弹 那你现在放这样子的时候 我发现人生有点散掉了 这个吉他也有点散掉了 那个 那个力道没有那么强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通常会出现这个情况 如果你用这一首来试 可以很简单告诉你 喇叭分太开了 就纯粹就一件事情 就是喇叭分太开了 喇叭分开 对很多喇叭来说是好事情 他听起来比较爽 但是呢 对更多喇叭来说 分到这样的时候 然后再听这种只有一个人 一把吉他 除了这个Early Fold 之外 那个富山雅之内 Tamalik 也是一样 声音就会闪掉 没有那个集中感 这个 这件事情呢 其实真的是影响蛮大 就是你没有办法两全 这也是为什么BC350 要有两个模式 就是 切 让你自己去切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喇叭 再把他挪进来一点嘛 因为放了太外面了 所以我们就把他挪进来一点 那个量子不会撞到B10 吗 应该不会 好 差一点就把他翻倒了 好 好 挪进来了 那我们再听一次 I don't hurt anymore 听起来 他的力道 人的那个口 嘴型的那个力道 跟那个 他的那个拨弦的细节 就有了 听起来差很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试一试另外一件事情 听起来是闷了点嘛 听起来是闷了点嘛 那依照传统的做法 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把高频弄多一点 那这个时候很简单 我们就把后面呢 这个旋钮 转到7 这样子 那我等一下播的时候呢 大家先踢一下 然后我在播的过程中 再把他 转回0 去感受他的差异 我不要是疼 怎么样 差很多 对不对 那这样我们的解决问题啦 高音把他开上去之后解决问题了 要细节有细节 要力道有力道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了 这一首本来听起来就是比较闷一点的音乐 但你人声不会永远都只听这玩意 所以呢 我们把他开回 7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一首大家也很熟悉的曲目 这个 Revolver Fire Revolver Fire 他前面有一个电吉他嘛 我们都不要调整 我就是把那个开关调到 7 就是最大声的状态 听看看 太强了 不舒服的 那我针对每一首不同的歌去调整 就好像怪怪的 所以怎么样都不会是这样 我们应该要调整到一个怎么样都好听的状态 所以 毫无疑问你用这个东西去解决他 其实就好像 因为你觉得 这常见的事情 你说这声音 低频太多太轰了 我换一个低频少一点的线 这我以前有讲过 用低频去解决 用线材去解决低频太多的问题 然后后来被很多人衍生成就是他会解决注波 他不会解决注波的 注波是不会被解决 他会因为降低低频的音量 听起来没那么严重 我们等一下最后也会用这一招去处理他 就是干脆那个地方 因为你注波的关系 所以他比如说100Hz 听起来特别大声 我就把100Hz 降低嘛 他听起来会很干净 线材也是一样 所以很多人后来 为什么就干脆我们就用个金线银线呢 去把他的低频给降低了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是呢 这不会一劳永逸 因为你绝对会损失其他的东西了 所以像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开回来 那这样子听呢 看看 还会不会出现这种这么吵的声音 均衡多了 那听起来也舒服多了 我们已经可以把整首歌听完 不会听一定觉得说这太吵了 耳朵不舒服了 那 感觉已经不错了 但是 我们绝对不会只满足这样 因为这说真的 你这样的声音 你用哪一对 喇叭来都是这样的声音 没有展现出BC150 的这个王者气势 说真的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我们用鹦鹉罗就好了 所以 所以我们应该要再去寻找他 更深的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换这一首 花木兰 花木兰 这个是 小时候的卡通 所以是 改成真人版之后 少数没有被改坏了 因为他的真人是刘易飞演的 有看过吗 刘易飞演正的 你等一下说有什麽缺点 就是裡面没有唱歌 我觉得不好 而且没有理想 很不好 但是呢 花木兰是我跟我太太都非常喜欢的一部卡通 因为 你知道 迪士尼有一个系列叫公主系列 那公主系列我跟我太太都很不喜欢 我们喜欢公主系列 但我们不喜欢她的那个设定 这后来不是有一部卡通有讽刺她吗 就是说你们是不是都是有魔法 可以跟小动物沟通 然后总是等着男人来救你 但是 就是 在这个木兰里面的这个唯一的这个不同的公主 她救了全中国 所以 这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然后又加上 因为我们小时候刚好有另外一部 袁永宜演的那个 花木兰 是袁永宜吗 就是反正有赵文作严 那一部 然后我们就很喜欢 所以就非常喜欢花木兰 那 花木兰里面呢 除了她的歌很好听之外呢 她的 配乐也非常好听 那她的今天我们听的刚刚大家有看影片的那个叫做 花木兰组曲 那她的花木兰组曲前面里面有一个 那个 那个就是 那个反正有军队要出战的时候呢 会用那个热血的音乐 而这首曲子她录得非常的好 应该说迪士尼呢 大多数的专辑都录得很好 她的这个管弦乐的那个录制的方式是跟古典乐一样的 因为什么呢 现在 很多那种 比如说卡通的配乐啦 或者是像那个 游戏的配乐啊 她也是管弦乐去录 可是她会录得很大声 那录得很大声呢 这个好处呢 就是听起来比较爽 而坏处呢 是她细节会比较少 那这个响杜战争 哪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网路有很多关于这个 就是说现在的录音越来越大声呢 以前你如果把 把这音乐档案放到那个 那个看屏 波形的 她都是这样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的 但是现在新的歌呢 放上去就是满的 那为什么 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刚刚就讲听起来比较爽 第二个 很多人现在听音乐用耳机啦 甚至手机直接播 他不这样的话 听起来会很小声 没有细节 不相信你就 比如说你有那个Title 然后你播那种古典乐 你用手机听 很多时候没什么细节都没听到 但是呢 迪士尼的录音呢 就是属于那种录的都小小声的 你把他转很大声之后 你会听到非常多的细节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的音场会很深 但这前提是喇叭有放好 所以我们现在听 看看他的音场有没有深 听起来除了低频太多之外呢 当然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乐团跟那个 不是一个恰恰恰恰恰的那些 听起来是一个平面上的 就是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这个听起来也还OK 还是还是蛮好听的 可是 他不应该只有这样 他应该要有深度的 他的那个恰恰恰应该在后面 他前面有个 啵啵啵啵应该要在前面 因为这才符合乐团的编制嘛 打击乐在后面 铜管在前面 然后还有这边 这边应该有不同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很简单 喇叭放太贴墙了 我们刚刚是为了低频 所以把他贴墙了 所以现在发现 好在后面低频解决了 但是贴墙 他就没有那个音场 那既然这个位置还不错 我们把他往前拉看看 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把他 拉到这里 拉到这边 我忘记贴了 就是跟那个死板差不多 再来 OK 就这里 然后我们这样子听看看 是不是就会有音场了 注意他音场的深度 不是宽度 是深度 怎么样 有深度了吧 这个声音的那个层次 就可以拉开来了 那这样子在听这种 古典乐的时候 或者是像这种 木兰这种管弦乐团的时候 他的那个层次出来 听起来比较开心一点 你正要讲的话 一个平面也是可以听 很多用耳机 用蓝牙耳机 用AirPods 也是在听 但是你要追求他的这个 这个声音的时候 就是应该要像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说 那这个位置 好像是可以了 找到一个低频 也算是均衡的地方 然后呢 音场也有了 那一定会很好奇 那为什么 我们不要再继续往前拉呢 各位觉得为什么 因为我不够有钱 如果我这里更大的话 我可以再往前拉 可是这个我再继续往前拉的话 请问这个位置要怎么听 对 会融掉 我们可以小声一点 但绝对会太压迫 喇叭真的很贴近你播的时候 那个压迫感还是会有的 所以我还是倾向呢 空间尽量大 然后把空间处理好 让声音好 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其实 今天我们也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 BC50 确实更受空间的影响 因为你看呢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说真的 你说这低频太多的问题 我们靠 EQ 去解决 那终究还是不够好了 如果一开始 我们的空间就处理好的话呢 肯定是会更好的 所以 这个 这个装潢呢 在做的时候 当然我们 你说全部都是扩散板 那是 ok 的啦 但是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用 天花板呢 裡面的吸衣面那些 去把这个能量吸收掉 那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位 brother 家 他这样做了之后呢 他家几乎是没什麽低频的残响 在他家听 Fyne 那声音的解析真的是惊人的 好的惊人 而且他家不会那个 棒 他就 oh 的那个问题 因为一开始有定好 但是呢 缺点是什麽 缺点就是低频就很少 其实你可以想见嘛 因为你低频都被 那个 能量被吸收掉 不会反射 没有反射就没有那个低频的能量 这个时候呢 就 买超低音咯 所以 那声音听起来就很干净 等一下我们最终调整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把他调整好到一个 应该还OK的位置嘛 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 上时版 好 我们来把他上时版吧 从这边先 好 那上时版呢 是一个 一个棉被 在思考的问题 就是我到底是要在 在 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呢 上时版 还是现在就上时版 我觉得还是表演给大家看好了 这东西到底是怎麽上时版 当时买这个推车的时候 就有设想这个问题了 所以为什麽我们不是一台很大的推车 而是两台小的推车 因为这样子才下得来 如果 一开始就是一个大推车的话 那你就得把他抬下来 那你等一下可以看 那个扩散板如果等一下喇叭下去之后还放得过来吗 不好放 不好放 好吧 那就先放好了 反正我们已经听到刚他很轰了 那这个扩散板放在那个位置呢 就纯粹就一个原因 就是要打散那个 那个反射孔的低音 那那个反射孔的低音 他的音量还满大的 就是站在另外一面听了也是非常大声 而且 在那边就不用开电风扇了 空就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 所以那个是有必要的 好 把那个板车拿起来 好 你可以动手吗 好 平一点 你要拉 你前往那边 你要拉 还没到 还没到 我看等一下那边我来 我看等一下那边我来 你让我推 OK 大家看没有办法拉 来 两位 对 来 把线拿走 把线拿走 有一只脚先上就可以了 对 一只脚上 OK 好 好 对 好 好 见习期间 最近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沙隆的饮料变少了 就来了之后发现 以前很多茶 现在怎么只有美式咖啡跟美式咖啡 然后还有一系列倒出来的饮料 大家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去当兵 他去当兵了 所以没有人帮我处理 我就觉得 我腰很痛 不想弄 所以就先这样 但是 还要退伍了 根据他的说法是 你什么时候退伍 星期一凌晨 对 对 星期一凌晨 结束我一次 恭喜 你把后面推起 要走 那个推车给我 好 这推车就长这样 背后就长这样子 这个的话 他可以承受的重量 就会重很多很多 就是 一颗好像我记得是150公斤吧 我记得 所以 然后这个板车 他是可以组合的 我太太一直说 这应该上架来卖这个 这个 他可以组合嘛 那组合之后 你刚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因为他是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翘起来 然后这个把他拿下来 拿走 再下来 然后这边再翘起来之后 把他拿走 上去很简单 就是先翘一边把死板抽走 这个进去 然后压上去之后 再翘起来 他会这样 这个塞进去 然后这样扣起来 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 这是很好用的 而且他很滑 是不是 这废话 我才 我还不到他的一半 所以这个就是 这样的东西 但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一般人家里是没办法用他的 因为你用了 你家地板一定会坏掉 所以通常会用这个 这个 就是大家应该之前有看过嘛 因为我们之前的网卡也用他 那个 那对手呢 Favor 这样 大家 大家拆这样几公斤 含脚架 八十 所以我们在搬他的时候 我们通常不自己搬 那个迪迪他才会整个搬 我都是先把书架拿起来 然后脚拿走 再把他放回去 就是这种很离谱的书架 这个使用者不友善 都是这样的设计 那我们再听一次看看 声音就好了 那这个是我们 既然都已经 低频感觉也可以了 音场感觉也可以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做一个 这个解释 就是说他到底整体的低频 会不会 又更轰 或干嘛的 那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有贴贴纸 那个是已经确定的位置 对不对 那为什么是在那个位置呢 而且为什么石板要那么大呢 因为 其实上来之后还是会需要稍微细调一下 所以呢 我们把他 拉过来一点 就是 我们离开那个位置 好 那我们再用这一首再听一次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低频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低频 低频变少了 他应该有一个 他应该有一个 蹦蹦蹦蹦蹦蹦蹦 是要有 可是 你说他没有吗 天花板又在震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听得到的那个范围被抵消掉了 所以他才会听起来没有 所以有些人说 我家里的BooMaster 为什么听起来没什么低频 他应该要很强 那为什么没有 其实有一次就是这样 其实只差一点点而已 只差了这应该10公分吧 那我们再把他推回去 好 好 那我们就把他推回去 我们再听一次 怎么样 所以你说 百味有的人说 差那个3、5公分 怎么可能听得出差异 各位听得出来吗 可以啊 所以听不出来的人 我认为 不要玩音响了吧 就差这么一点点 你真要讲的话 有的时候这5公分是什么概念 5公分就是你太太跟你说 这样子我会踢到脚啊 然后你就往里面推5公分 结果你会发现你的音响怎么就变烂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这个 这事情我们这样子定案了之后呢 那他是不是就不可以改了 其实这部分呢 我还有在做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不要再试了 就是呢 把这整组往那边挪 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那个墙太轰了 所以呢 我就把他整组往左边挪 所以如果说你在家里也遇到这情况 就是你真的他就是得这个距离 但是呢 你们家人就跟你说 可是那样会踢到脚 那你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整组往另外一边挪 整组往另外一边挪之后 一定前后还要再挪一下 因为你一定有一边比较靠墙嘛 音量会改变 那你这时候要再重新调整 但是 你的这个距离相对来讲呢 是不好用的 那你就很需要 所以 在做这一对喇叭的时候 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很简易了 就是给大家看我试出来的结果 但其实这搞了很久 因为原本是没有概念的 所以这中间呢 也用了麦克风凉 就是去买了这个 我觉得很好玩 你这个 WUMIC 的这个麦克风 那是他的软体是不用钱的 这只要7800 所以7800可以玩很久 因为他可以做到DG68做不到的事情 DG68不能测那个延迟 就是残响 但是这可以 所以DG68 用他自己的麦克风去测那个频段 这个呢 就可以测更多 那为什么会知道这个 很明确知道这个100Hz 这一块呢 就是用他测出来的 因为用他测的时候呢 在调整这过程中呢 会出现两个情况 就一个就是100Hz 熬下去 另外一个是反过来 100Hz 就凸起来 凸很多 然后就变得不太好听 所以 刚刚试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最后定在这里呢 其实是多方考虑 因为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呢 发现他 在不同的宽度跟后 就是催后的时候呢 他产生这个轰的这个频段不太一样 所以后来最后 挑选在这个位置呢 并不是在这里就不轰了 而是在这里轰的频段比较少 那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超过EQ 呢 去直接把他关掉 那我们再听看看 我们这边就直接 直接从这个Rune Rune自己的EQ 去把他降下来 我把他就是降在100Hz 的地方 因为这个量起来 100Hz 是最凸的 那100Hz 最凸之后呢 我就把那100Hz 把他降下来 那我们把他开起来 你可以听到他声音 就会干净很多很多 你也会听到更多他的细节 其实这一首歌的伴奏细节是很多的 我们可以听一下看看 细节出来了 连那电影在 那个细节都有出来 可是 我们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 少了什么 其实那是刚刚也没有的 在砍100Hz 之前也没有 就是声音的推动感 我们说这个东西呢 其实说真的 以前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可是自从有了超低音之后 就有这个习惯 就觉得声音应该是要有空气感的 所以 这边都调整好了之后呢 我才把超低音开起来 那开起来之后 这个分频点也是一个设定的过程 但是 再继续搞下去 我们可以明天接下一场 所以 所以这个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讲结论 50 设定在50Hz 然后音量开在20 这也算是蛮大声的啦 那你说我可不可以音量不要开那么大声 可以的 你再买第二颗 就是 叠在上面就可以了 就可以 音量可以小一点 但是 那就比较定叠啦 比较难看 但是我们直接试看看 我们把超低音开起来 这样 就有值得这个钱了 对不对 感觉这个声音真的不可思议耶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 就还需要再做点调整 这个时候是一个平衡性的问题了 因为呢 我们刚刚听那个 乳棒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乳棒的时候呢 这个音量帮我挑战好 他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一点的量 所以我们就 这样子 OK 吗 好 我们再听一次看看 感觉好像量了一点 但是好像又没有那么亮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把他来试看看 换个线试试看 就是用 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地板总是永远有用不完的线 这是我们自己的线嘛 那我们就把他 插上去 那原本用的呢 这个是Nodos 的 TYR2 是Nodos 的 第四阶线 那是 上面奥丁购嘛 那个很贵很贵 那个 在奥丁嘛 那后来就这个 这个据说不太好卖 因为他长得 不像Nodos 他很好听 就是他的细节很丰富 然后 也不会像其他线那么贵 那你说为什么要用他呢 我们听看看就知道了 这个也是后来选出来的 好 换的是讯源到前级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就用他来试看看 看这样子 是不是可以解决那个太亮的问题 但其实说真的也没有多亮了 刚刚我们听起来很好听的 那就是我们了解一下 是不是需要改变 那我们来试看看 诶 没那么亮了 可是失去那个动感了 没那么爽了 那这个事情 在这边没有这么爽的情况下 那就表示我们听所有的音乐 听起来速度 他的那个细节 还有他的那个解析 他的反应 就没那么的热血了 而且 说白了 我们再把他接回来听 看 到底是我们过去 我们自己不习惯这样的声音 还是这样真的不好听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首听完 我把他先换回来 好 我们把他切回来 再来听一次 哇 感觉好像很不错了 解决很多问题了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声音应该是可以啦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调整呢 就是呢 我们这喇叭竟然是不to-in 那我们要确保他不to-in 有的时候你看起来他没有to-in 但他其实to-in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用这个雷射尺看看 那我必须说 这是因为他是方形的 所以可以这样量 如果是Asteron的话 用尺吧 因为他毕竟还是有两端 可以让你量看看 但是呢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对准 对准这个平面 然后 那是2.194 那 这边呢 也是2.194 那这样子就OK了 所以 两边都没有 就是 其实是不会啦 因为我线已经弄好了 但当时我是这样做的 就是确定他没有to-in 你说为什么不能to-in 因为 没有为什么 就纯粹是因为这样子比较好听 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原因 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 就是为什么这也不to-in 因为一旦to-in了之后呢 对这边的brother 跟这边的brother 是听起来会怪怪的 因为他就会变成面对你嘛 那 在如果喇叭本身有良好的结像的情况下 我个人也倾向不to-in 因为听起来音场会比较大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真的见仁见智 因为有的时候 你真的to-in还是会比较好听 比如说像听福山亚之 TAMARIKU 的时候 有to-in的那个 哇 那个结像真的就很好 可是对BOOMASTER 来说呢 他to-in就很容易出现低频又跑掉的问题 所以 这个就 反正如果你买回家 那是你的 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那 那个BC350 为了方便你这么玩 所以BC350 的底是可以to-in 就是他真的有一根中轴可以让你转 这个呢 就 既然你买不了350 那就靠体力去推他吧 所以这个设计是这样子 但我个人还是建议就是 你一开始把结像调好了 就不要再去to-in了 会比较好听一些 那 我们现在都调整好了 也都弄好了 最后呢 我们就要再找一首曲子来检视他 这个时候呢 我选的曲子呢 是这一首 死亡笔记本的Kirié 死亡笔记本的Kirié 是没有伴奏的 就是只有人声 那这一首呢 他的人声的声部有好几个 那所以等下听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同时听到 刚刚我们测试的所有重点 第一个他的低频 有没有干净 因为男声的低音部是低频 有没有干净 你可不可以听到那些人的声音 他的谣制 他的气音 然后他的音场有没有深度 因为他有好几层 有没有这个深度 再来他的高频会不会不舒服 他的整体的细节 人声 每一个人声你可不可以听得清楚 这首只有两分多钟 但可以解释所有东西 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在测音响 不见得要用那种 饼饼饼饼饼的音乐啦 就是这种 就是单纯的人声 也可以解释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最后就来把他 用他来解释一下 感觉还不错 要有空间感 要有空间感 要细节有细节 要层次有层次了 所以这个 走到这一部分 花了一个多月 很多的夜晚 就把它处理好 所以 很多人都说 那陈寗饼饼饼 那其实会好听 很简单 你把那些设备买好了 自然的人会好听 但其实 并不是 我们从他的搭配 从他的摆位 从他各式各样的调整 其实这需要做的事情是很多 那我会建议 大家看我的影片 或者是看玩卡日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我会建议你回去试试看 你不见得说要用到 BC50 才会有这样的体验 当然有很多东西 你得到BC50 才会感受到他 比如说他的低频的量 你不是像BC50 这样的喇叭 你怎么样都不会有那个低频的 就像那边那个搭理的那个黄太子 他很好听 他很可爱 他很小 超适合当电脑喇叭的 如果你今天跟我说 你电脑做小小的 你需要电脑喇叭 我推荐你用他配外面那个搭理的超低音 就很好听了 可是呢 你现在也知道嘛 虽然他单体看起来差不多大 但是他怎么样都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可是 用他来去做摆位 去做超低音的衔接 去做各式各样的调整 都还是可以练习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 只要有两个会发出声音的立体声的东西 都可以练习摆位 其实今天我们今天有做什么事情吗 也没有啊 从头到尾都是同一套 就是把喇叭挪来挪去 挪来挪去 影响就是这么大 没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 后面是开到多少 1 你一定会觉得说 那我们开到7 是不是音场听起来会更爽 很简单 我们试试看 有问题就要试 对不对 我们把它调到7 好我们直接听那个女生那个地方 这个时候 你一定会很好奇 如果都不开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试试看 不要开 就没有 刚刚那个像教堂的感觉了 对啊 所以 所以这个玩意还是很好用的啦 那你说这个 玩这个的过程有什么 什么特别例的事情呢 就是 这行走的距离特别长 因为我坐在这边嘛 然后觉得不好听 要走过来这边 然后再走过去那边 然后再走回来 就这样一直试试看 我还试试过 就是两边声音不一样 音量不一样 后来发现这不是一个好注意 就不好听 所以 这个调整呢 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 没有什么好注意 就是 这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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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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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